台湾能不能加入WHO 现在在民间 以及在国际之间的各国 都有极大的呼声 而今天上午 五位的前后任卫生署长 就纷纷站出来 他们也参与了联署 呼吁希望能够加入WHO 其中前署长杨志良更讲 他认为中国在这个时候 阻挡台湾加入WHO 是非常不治的行为 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们不参加WHO 是全球的损失 更是中国大陆的损失 不是中共政权的损失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损失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 特别呼吁习近平先生 脑袋要清楚一点 他这样坚持下去 还要飞机到台湾 那我们台湾的越来越多人 如果今天做民调的话 95%以上会占成一边一波 我现在又讲政治 所以习近平脑袋不清楚 我觉得他是最大的独派 杨志良认为中国在这时候 不仅是派军机来绕台 甚至在WHO的一个加入上 处处的打压 甚至是阻挡 他认为这样的一个行为 反而会激起台湾人民 内部的一个意志 他认为整个防疫作战的过程当中 重点不是整个国力的强度 而是民众向心的一个强度 他认为在这时候 也必须要大声疾呼 让国际社会看到台湾 希望能够加入社会 公卫体系的一个决心 我们下期见